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已經經過20年的調整 如果你拿日本的這張錶 我把台灣漏掉 你看喔台灣我們 跟日本這一段我們跟得很緊 日本從6000多到38000多 我們就到12685 所以這一段很多人都有享受到 然後下來之後呢 我們也有高潮為什麼 我們一口氣掉到2485 2485之後台灣在90年代有三處到萬點 一次1997年 到10256 另外2000年的時候我們有兩處上萬點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們下來之後呢 還有三處到萬點 那個三處到萬點誰創造的 台灣的電子業 所以電子業又創造一個容許 這一次台灣又到 9859 馬英九當選的時候 9309有沒有 兩處到9000多啊 這個兩處到9000多 你對照12685 跟34萬點跟9000多啊 我們那個股市往上來 所以你如果夠有想像力的話 台灣股市我相信 在三到五年之內 一定有機會又挑戰這個 那這個挑戰這個 台灣人這一次啊 我覺得 我們2300萬 最大的專長 台灣人最會爆大頭 為什麼 該爆日本我們有爆到 該爆美國我們有爆到 這一次該爆中國 我們有爆到啦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最近那個最紅的當然是 魏映州買101嘛 那個要是沒有中國大陸開發結果哪有今天 旺旺賽米那個也是一樣啊 所以喔 你看到後面這一段 這個跟中國連結 所帶來的台股的效應啊 這是值得注意的 全世界經過泡沫的股市啊 大概都有這個特徵 你看到 納斯達克就在 2000年這個最高峰啊 來這麼一下 從此 就 他從來沒有回到3000年以上 有沒有 這一次 走半天還沒有到2000耶 對不對 那這個你如果從底下看 遠遠的看 跟101沒有什麼兩樣 就再問一下 是不是 那個圖是 非常突兀的 就代表什麼意思呢 美國的高科技的泡沫呢 也在這一段啊 它出現一個大調整 調到這裡為止 剛才我在講啊 大家對那個出口啊 未來的演變啊 各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出口啊 我們看幾個國家 這個其實情況都比較嚴重 韓國一月份啊 是衰退32.8 這負的啊 不是這個的啊 2月負17.1 3月負21.3 4月來負19 到5月的時候負28.3 到6月啊 負11.3 韓國股票最近會大漲 跟6月份的出口啊 突然之間啊 出現大為反核的現象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個包括 韓國的三清LG 跟LGD啊 他們現在的狀況不錯 所以 韓國在這個地方 它的順差 是74億美金啊 單月 它創新高 所以韓國的股市 最近表現強勁啊 跟這個有關 日本呢 2月是負49.4 3月負40 都是負的啊 46.5 4月內負39.1 5月內負40.9 那演奏在哪裡 日本5月份啊 汽車出口 如果衰退60.9 這個 鋼鐵不是企業底啊 我今天這個喔 來匆匆忙忙來不及看 鋼鐵呢 衰退49.5 電子啊 衰退37.5 順差690億日元 縮減85% 所以日本情況嚴重有沒有 所以日本這個地方你看它沒有起來 這個南韓的出口啊 下來說呢 最至少這一勾 6月的時候它有勾上去有沒有 代表韓國的出口 顯著比較強的 日本這個就比較弱了 所以 出口的回復的力道 剛才政治方面也提到了 韓元的貶值啊 對韓國來講是有非常大的助力 而日本相對疲弱不振 中國的情況呢 它從去年11月開始 12月負2.8 到1月負17.5 2月負25.7 3月負17.1 4月是負22.6 5月更嚴重到負26.4 6月啊 負了21.8 那麼大致上呢 它的情況沒有好 這個沒有好 因為它出口不正 所以中國大陸呢 它必須啊 用內需啊 擴大內需的方式來 來彌補它另外一個出口的不足 這個也是到目前為止啊 它維持一個 相對寬鬆的政策不變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陸的單元的出口 它一直都維持20%以上的增長 現在變成-20%了 所以這個落差是非常大的 到目前為止 它並沒有太大的 反轉空間 主要關鍵在哪裡 當美國人開始 不斷的在儲蓄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的出口很難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台灣在這一次呢 完全靠出口的產業啊 它會造成比較大的嚴重的影響 那我們看到 台灣我們11月的出口 負24.7啊 12月是136.4 負41.9 1月份是121.67 摔退4成多 2月125 3月155.8 4月148.5 5月到161.7 6月169.7 各位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下半年以後啊 它會不會從170-180到200 那我想 這是觀察 台灣的出口產業的回復的這個力道 我們到目前為止 都摔退3成以上 這個摔退3成啊 幅度也比南坦白的嚴重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我們這條線啊 沒有韓國那麼陡峭 有沒有 這個 從景氣的判斷當中啊 對出口的數字啊 大家要對 非常 優先 密切 注意的一個 一個面向 也就是說 出口的這個 摔退幅度的結塊 是下半年觀察景氣復蘇啊 重要一個關鍵的力道 另外一個 對GDP剛才正這麼好提過的 這個 大家 都是面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呢 最嚴重的摔退 美國的GDP啊 一路下來 但它 開始有點上 勾起來這個味道了 英國的情況 一樣很慘喔 英國地季是 -2.4 是51年來最慘的紀錄 英國的這個狀況啊 我想 我兩年前就開始講英國 我說 我從來沒看過那麼物價那麼高的國家 英國簡直啊 不知道如何生存 現在看起來它的情況沒有太大的改善 英國這個 嚴重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GDP就是衰退的這個狀況啊 非常慘烈 德國的狀況不好 那日本呢 同樣情況也是 狀況嚴重 Toyota第四季呢 虧了七千六百五十八億日圓 這是相對是情況嚴重的 那中國呢 第一季六點一 第二季呢 到七點九 所以寶八呢 現在看起來目標比較接近啊 那另外一個是 失業率啊 都在創新高狀態 這是下半年另外 剛才政治門提到的一個 美國現在五月四 九點四 六月九點五 歐盟啊 六月四月六點五 日本五點五 台灣五點八哦 都是啊 頻頻創新高的狀態 所以那個 歐洲的央行總裁呢 Toyota在講啊 他說失業率並未完全 反應經濟下滑的情況 在工業國家將繼續 變化 變化就會一直擴大 所以下半年 失業率的狀況 不太容易有所改善 這是美國失業率啊 這個如果是股票就很好 一路上漲 再往下看啊 歐洲也是一樣啊 這個也是勾起來都很快哦 所以代表失業率的這個狀況 沒有改善 另外 債務不斷的增加 美國人現在 美國政府啊 有十一兆五千億的 美元的負債 平均每個國民負債 3.7萬美元